国拼小心,又一个张本志和出现,刘国梁大哥警告国拼不重视就得输。 昨天国际平联日本公开赛,进行了男单资格赛首轮和第二轮的争夺,国拼球迷最为关注的还是大满贯张继科的比赛。 不过日本拼鞋却派出了比张本志和更年轻的选手,11岁的神童松道灰空,迎战香港选手何军杰,尽管何军杰4比0横扫对手。 但从美局的比分来看,却赢得很不轻松,作为香港队的主帅,刘国梁的大哥刘国栋,也是提醒国拼要小心。 日本队为了以击败国拼为目标,不惜放弃了福元爱等一批处于当打之年的选手,转而培养张本志和平野梅宇,伊藤梅成,早田希纳这些00后球员, 而随着平野梅宇击败丁宁,朱宇玲,陈梦获得亚锦赛冠军,张本志和击败樊振东,张继科,伊藤梅成击败刘诗文,日本拼鞋也是看到了这种战略的成果。 这次日本公开赛,日本拼鞋也是将幼童计划贯彻到底,派出了年仅11岁的神童松岛辉空,结果他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和稳重,面对香港好手和军节,松岛辉空尽管零笔次被横扫,但美局却可以拿下6分、9分、7分和13分,可以说他已经具备了参加成年比赛的水平, 未来还有怎大的成长空间,几十四岁的张本志和之外,松岛辉空以11岁的年龄又横空出世,也有望成为下一个张本志和,对国拼构成一定的威胁。 对此,刘国梁的大哥,香港,队的主帅刘国栋不止一次警告国拼,要小心日本对大力培养年轻球员的策略,如果现在不加以重视的话,五年之后谁输谁赢可真不一定了。 刘国栋曾经提到,日本拼协会和很多企业合作,让他们出资来帮助小球员们寻找专业教练和出国训练比赛,这些优势甚至连国拼都不具备。 刘国梁此前也表达过类似的担忧,他认为国拼目前还没有在张本志和这个年龄段可以对他有优势的选手。 看看于紫阳、王楚清、薛飞、牛冠凯这些几班人的表现,国拼这回真的小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